好 主播觀眾我們持續在金門為您掌握 0214中國漁船越界翻覆案的後續消息 今天這個後續的協商正式登場 因此一大早我方的代表海巡署副署長謝清清 就到金湖飯店的大門口迎接中國的談判代表團 以及罹難者家屬 而中國談判代表團是由這個全州台辦的副主任 李朝輝來領軍 那麼對於今天談判的結果呢 謝慶慶副署長是表示一切神聖樂觀 帶您來看一段稍早畫面 今天氣氛好嗎 呃 氣氛很好 這次的協商外界普遍是會預期會有好的結果 原因在於似乎雙方都有各退一步 舉例來說 中國先前定調這起漁船翻覆案 是我方的惡意撞船事件 那麼呢 現在可能會改為這個是突發的衝撞事件 那在整個會談結束之後 就是這個離難者 呃 漁船離難者的這個功績 那麼預計我方的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 如果在談判順利的話 他人也會親自到功績的現場來上香置意 以上是我們在現場為您掌握最新消息 把時間鏡頭交換給棚內主播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